在这个视频中,我们将揭示一个让人震惊的故事,肖战的黑粉被强制执行。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,肖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,竟然开启了无限的维权盲盒。 维权的过程不仅漫长,更伴随着高昂的成本。 究竟在这场斗争中,肖战会如何面对? 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,看看这位偶像如何在逆境中崛起。 不要错过,精彩内容即将揭晓。 肖战黑粉被强制执行,肖战维权盲盒开不停,维权时间漫长成本高。 肖战黑粉被强制执行,肖战维权盲盒开不停。 据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,近日,周某某、吕某某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,执行标的均为8713元,涉及肖战于两人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,执行法院为北京互联网法院。 案件流程信息显示,上述案件于2023年4月开庭,并于2023年8月审理终结。 直至今日被通报强制执行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。 真的是挺让人唏嘘感慨的。 即便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,维权也是相当不易,维权时间漫长,成本高。 一年之久的艰难维权也不过八千多块钱而已,但是这些无底线,网络黑子对一人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。 也许正是因为曾经在网络风暴里苦苦挣扎十个月之久的原因,最近几年,肖战团队维权告黑真的特别刚。 不怕麻烦,绝不手软,维权信息一公布就是直接到了诉讼阶段,很少见自肖战工作室发的警告或是维权的信息,维权告黑肖战都落到实处。 不会为了维稳粉丝,用工作室的名义挂诉人。 特别恶劣的都会有法律程序,很是痛快。 有人说公众人物应该有更大的容忍度,这不是网报别人的借口。 以肖战为力,不是足够的坚韧强大,2020年肖战流已经被漫天的造谣诋毁锤出娱乐圈了。 即便有一日能够真相大白,沉渊的血又有什么意义呢? 言论自由不是诋毁一个无辜一人的借口,公众人物的身份不是一次次被伤害却只能默默承受的理由。 支持肖战维权,互联网不是法外之的,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。 网络清朗需要每一个人的力量。 虽然8000块钱还要强制执行很好笑,但是我们看到了造谣者终究要对自己言行负责的痛快结果,看到了肖战维权的决心,也感受到了肖战作为公众人物的担当和正能量偶像背负的责任。 肖战的粉丝不需要为了他去和别家粉丝撕扯引战,也不要为了蹭流量捆绑谁,落人口实。 肖战用行动告诉他的粉丝们,我可以把自己保护得很好,你们放心。 很喜欢这张果决有担当的肖战。 在最近的娱乐圈新闻中,肖战与黑粉之间的维权纠纷引发了广泛关注。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个人名誉的案件,更是对整个娱乐行业,尤其是公众人物所面临的网络暴力问题的深刻反思。 根据天眼查的法律诉讼信息,肖战的黑粉周某某与吕某某因网络侵权责任纠纷,被北京互联网法院强制执行。 此次案件的执行标地位8713元,涉及的时间线漫长,且成本高昂,让人不禁感慨维权的艰辛。 首先,我们不得不承认,网络暴力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顽疾。 肖战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明星,其面临的压力更是难以想象。 网络黑子的攻击,不仅影响了肖战的个人生活,更对其职业生涯造成了负面影响。 尽管维权的金额看似不高,但这背后的代价却是不可估量的。 网络黑子的无底线行为,给艺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心理上的,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。 这起案件从2023年4月开庭到2023年8月审理终结,如今已过去一年多的时间,肖战的维权之路依然漫长且艰难。 在这个过程中,他不仅要面对法律的繁琐程序,还要忍受来自黑粉的持续攻击和网络上的恶意言论。 这种持续的压力,显然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。 作为公众人物,肖战的生活几乎被放在了放大镜下,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热议和解读,面对黑粉的抨击,他选择了坚强应对,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。 值得注意的是,肖战的团队在维权方面表现出的坚定态度,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近年来,肖战的团队在维权时表现得尤为果断和强硬,毫不手软。 这种态度不仅是对自身名誉的维护,更是对整个行业网络暴力现象的一种反击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肖战的团队选择直接进入诉讼阶段,而不是通过网络发出警告或声明。 这种直截了当的做法,显示出他们对维权的重视,也为其他受到网络暴力的艺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。 此外,肖战的维权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环境的深思。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,网络给我们带来了便利,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。 许多人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,缺乏对他人感受的礼节与尊重。 这种无形的暴力,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。 作为公众人物,肖战的遭遇不是个例,许多明星和公众人物都在为此付出代价。 因此,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,呼吁社会对网络暴力的重视和对受害者的支持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肖战的事件提醒我们,维权之路充满荆棘,但并非无路可走。 每一位艺人都应当意识到自己的权益,积极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尊严。 同时,作为观众和粉丝,我们也应当对自己的言行负责,尊重艺人,理解他们所承受的压力。 在享受明星带来的娱乐内容的同时,我们更应当关注他们的生活与心理健康,理性看待偶像与自己的关系。 总体来说,肖战与黑粉的维权事件不仅是一起法律案件,更是一个关于个人尊严、网络暴力和社会责任的深刻反思。 希望通过这样的事件,能够引发更多人对网络环境的关注与反思,推动社会对网络暴力问题的重视与治理。 同时,我们也期待肖站在今后的事业中能继续勇敢面对挑战,展现出更多精彩的作品,为粉丝带来更多的快乐。 在这条漫长的维权之路上,他的坚持与勇气必将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榜样。